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今集是賽後分析 我也會跟大家回報我昨天賽事提供的心緒 又會講講兩段馬圈新聞 關於潘頓經典杯的座劇 死罪系列經典杯的座劇 以及加里金神試襲墮馬之後的最新情況 也會講講昨天的備忘馬 還有當然我會講講星期日的高出場馬 今次星期日有一隻高出場馬 就是第一場的潮州大興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事不宜遲講一些馬圈新聞 潘頓今天在南華早報的訪問 導演已經說了 他會是火拍 加州星球跑經典杯 我也猜不到加州星球真的再真情跑千八 真的猜不到 潘頓也說他上場表現得不錯 加州星球 去到千八和二千 他會繼續有挑戰 但是他也覺得他會跑得好 至於他也說了 他在呂黃銀卿經典杯和金杯 2月20日那兩場是坐騎的 就是呂黃銀卿經典杯 就是千四米那場去跑霞威夷 到香港金杯就是跑幸福笑容 更多於這個 那麼 都大賽 坐騎 確定了 潘頓 那 另一件事就是 昨天這個方家柏 那隻多巴先生 也是我的NATCHM 退出了 但是都 相信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方家柏 都會繼續跑這個 這個 讓我看看 先看看 remainsonchance 都會跑這個經典杯 所以到時再看看多巴先生 包裝 包裝智慧 加州星球 浪漫勇士 那些再大鬥化 好 另一宗新聞 就今早大家看各大社交媒體 都看到了 阿嘉莉 阿嘉莉 今早早 其實在市集的時候 墮了馬 那 他就好像有一點點 concussion 好像是 有一點點腦震動 那 他會 接下來兩次賽事 都未能夠上陣的 禮拜天的賽事 那他的賽事 那他的賽事 已經全部逆配了 那 讓我再看看 那 那 接下來兩次應該都不會有他奮跑 那什麼時候復出呢 還要等這個通知 未必是兩次之後就有了 要再等通知 那 看看到時情況如何 嘉莉 那 第一 就贏了 我們的團結必勝 那 之後 第二天 就沒有什麼表現 那 金神就 事襲墮馬 希望他早日康復 因為香港的騎士 數量 始終都不是那麼多 那 多些騎士 是好的 那 對於馬匹 對於馬主 那麼多些選擇 連馬師 馬主 多些選擇 不是太少 就真的很多都 比較少有配搭 看到 大家有時候都想到頭都爆 好 那 這個 新聞講完 那就回報 昨天賽事的成績 鴻運飛鷹 昨天我們在直播談賽馬都說了 其實出閘不正常 但是 莫丹尼選擇 留在二樑後面 沒有自己放 那 縮著那些步 縮著那些步 就走不順 就 不適合去跑 但是最後 鴻運飛鷹也是湧上來 其實是 轉彎按時 被超日子 自己扣了 蓋上去 所以縮回去 最後都用上去 但是 都沒有什麼所謂 那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就算他跑適合自己放頭 我想他還是跑第四 應該都不夠前面的三隻斗 好 接著就第五場 第五場 就是翡翠鳳凰 那 我想這隻馬下降了一點 這場 沒有什麼接口 輸得比較遠一點 我覺得這隻馬下降了一點 那 將來都不需要太留意這隻馬 我想就 讓他有些好表現 先 那麼 第八場 另一場 東方飛影 都跑適合了 結果 起旺區 兩隻能力都是高 兩隻 都是懸外擋衝 東方飛影 留在起旺區 一個馬上去之後 衝回來 都是起旺區 一個馬上去之後 都是 衝不過去 之後 這樣說 但是這隻馬 都厲害 那麼 繼續留意 起旺區 當然厲害 繼續留意 然後 我想說第十場 避忘馬 那就是 年年有刑 年年有刑 昨天賽事 直路裡面 不可以說非常不利 但是 都是略略沒有中外洞 那麼好 年年有刑 在直路貼著條欄 略略沒有那麼好之下 都捱到第二 而他第二段的報酬 22.19也不算慢 所以在 正常編化的報酬之下 直路虧了裡面少少的場地之下 跑到第二 下次可以留意 我想這隻可以被忘馬 的年年有刑 好 接著去到 最尾那一場 多巴先生 我們的Nature馬丹 退出了 三隻配腳 快翼線路路 聖安彩 就排隊回來 總之無論公開頻道 以及臨場分析的朋友 都是收到幾乎的 這三個 鐵角QPQ 三隻收到幾乎的 相信很多朋友很高興 這些馬其實 再次證明 以馬論馬 計馬是絕對有作用的 我也說了 多巴先生 上次贏這場賽事 是高水準賽事 結果多巴先生 安彩 化益線 回來了 然後 路路省 另一個 方向來 這個容後再說 但是 化益線 安彩在這麼高水準賽事 出來 都沒有了多巴先生之下 都還有9.3倍 以及17倍 給你 這些就很開心 因為我們先知先覺 但是如果你 現在開始 那些人就會說 那場多巴先生 安彩 化益線是高水準的 之後這些馬 就不是這些賠率 所以 先知先覺 計馬 就可以幫你做到 先知先覺 先知先覺的重要 就是 給你賠率 再等下一次 多巴先生 安彩 化益線出來 就不是這些賠率 希望大家 臨場分析的朋友 公開頻道的朋友 都可以做到 再說一件事 就是多謝大家 因為上次都不斷呼籲 大家去支持我 NATCHAR馬膽的點擊率 結果上次是非常理想的 點擊率 希望大家都繼續 是分享 不止NATCHAR馬膽 賽後分析 以及NATCHAR冷却的影片 都不斷分享給朋友看看 自己多看幾段 聽多幾次 無限多多幾次 就更加理想 留多年 聊聊天 希望可以再更加增加 我這個頻道的流量 非常之多謝大家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和分析 如果喜歡的話給我讚 和讚 以及分享這段影片 給你的朋友看看 宣傳一下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意想的分析 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 支持一下我 都可以在這段影片 下面留言 留給自己的粉絲 我都相當高興 大家知道 我現在來的渠道 發放了臨場分析的 每場賽事 十分鐘前都會說 燃燃不燃 雨季十時六飛馬 場地形勢 零劇連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集訊息 去到Face page NATCHAR談賽馬 來到我的致電Post 留一留言 我盡快回覆 各位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你看看 看你有沒有參與 或者你可以按這個 NATCHAR談賽馬 繼續在漢股市的group裡面 進去之後 你會知道怎樣聯絡我 去到這裏 都會玩臨場分析的訊息 最後希望大家能看到 YouTube頻道 NATCHAR談賽馬 記得訂閱 或者訂閱 免費訂閱加 還有按這個鬧鐘 按全部 訂閱我所有新片 你都有個通知 或者Notifications 第一時間就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訂閱 什麼 什麼 ähr